Hello 大家好 我是Catty 今天来看看我这棵Browns Maiden的开花纪录 大概在7月份我因为觉得花房里的阳光不足够 所以我将其中一个花架移到南边窗 然后大概在10月中 即是达拉斯入了抽后就会看到它开始有抽花芽 原先的那个旧花梗上是没有什么动静的 没有变黄又没有新的花包形成 或者向前继续延伸 就是零零细细生了新的花芽 在之前我一直都是用四分之一建议浓度的叶肥 即是NPK的N值比较高的花肥 那开始看到它叶肠的发芽 到大约11月份,开始看到花骨带有少认性的时候 我把花肥改成了1%建议浓度的花肥 因为我搬到新屋后,这是第一次抽花梗 所以我怕对花包有什么影响,烧包之类 所以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如果以前在旧屋,我会一直继续用1%的花肥 中间我会间歇每个月有一次 因为我大概10天倒避一次水,就是留一个桃粒这么高的水位 每个月会有一次用纯水 就是这样,10天一次,两次是花肥,一次是清水的一个情况 因为比较容易记,10日、20日和30日就是淋水或者施肥的日子 很高兴,在圣诞节当日就开始打开了第一朵花 直到现在为止,它也是有7个花包形成 然后到26日,它的花包就完全打开了 我这棵Bronze Maiden和其他youtuber有点不同 其他我看见有发youtube的youtuber 花瓣的花瓣是比较像万尼多一点 即是比较有长型的花瓣 但我这棵就比较像西雷丽的 即是我的花瓣会比较饱满 比较圆满一点 当然也没有西雷丽那么圆满 然后五个花瓣基本上都是相等大小 就不像西雷丽的 有两块好像左右手的那两块就特别圆 但相对来说 我也是比较喜欢西雷丽的 比较较长的那种花瓣 但现在这个也挺五角星的样子 也挺好看 红色的条纹 再加上纯反度的条纹 也是令人觉得很好看 其实这个花有很微微的香 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冷 太阳又不是特别猛烈 阳光始终冬天也不是很够 所以我这棵是有比较像西雷丽的香味 但非常非常淡 多谢大家收看 我是Catty 下次见 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